當地時間的週六 東盟領導人和緬甸軍政府的首腦 敏昂萊達成一項協議 以結束緬甸的國家暴力衝突危機 週六下午 印度尼西亞、越南、新加坡 馬來西亞、柬埔寨和文萊領導人 以及老挝、泰國和菲律賓外交部長 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與緬甸軍政府領導人 敏昂萊就緬甸危機舉行特別首腦會議 這是緬甸軍政府發動政兵以來 國際社會就緬甸問題舉行的首次協調會議 東盟領導人希望免而來作出承諾 限制他的安全部隊 釋放政治犯 緬甸的局勢不可接受 不應持續下去 需要制止暴力 恢復緬甸民主 穩定與和平 這次東盟會議最終達成五項共識 包括停止暴力 各方之間進行對話 允許對緬甸的人道主義援助 釋放政治犯 以及任命一位應對緬甸危機的東盟特使 馬來西亞首相穆尤丁在會議結束以後表示 會談進展得很順利 結果超出預期 緬甸軍政府承諾同意停止暴力 解決危機 慕尤丁還說 希望美揚來在東盟代表前往緬甸之前 找到制止暴力的方法 今年2月1號 緬甸軍方發動政變 軟禁昂山速記 鎮壓民眾抗議活動 已經殺害745人 大約25萬人逃離 新唐人記者李清宜 江迪亞綜合報導